美国之音今天刊登了一篇北宴的专栏题目叫悲观的中国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夕的观察 文章说 阿里阿斯年的6月对中国人民来说可谓处在虽生活乐之中 经受着气候的变化 破产失业 和强制暴力的苦难 不能呼吸 一股强烈的悲观气氛 弥漫在中华大地上 几乎前所未有 这就是中共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社会气氛 几乎各个阶层各个群体 的人民都对姗姗来迟的三中全会不再抱有希望 北京当局似乎已经觉察到这一点 但是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愿意拿出牛肉 来进行安抚 反而在加紧 为全会后可能爆发的民意海啸做准备 那悲观气氛从哪来 从何而来呢 从5月初以来 南方连续降雨 多地迎来又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 而在华北 则在6月进入高温和大旱 这种来自自然变化的自然灾害 将中共制度的僵化显露无遗 统治集团对民众苦难的麻木 和吝啬 也再次暴露 中国领导人要么避暑西北 要么忙于出国 对南闹北汉的灾情不闻不问 地方官员则纷纷躺平 他们的救济迟缓 表远性质的救灾再度成为社会 社交媒体的重点 而中国的有产阶级则经历着 股市不振 和税务清查的双重打击 在上半年中央层面的多次放风安抚民企之际 地方政府大肆要税不要企业的野蛮征收 令中国的民营企业 再度陷入了恐慌 不过相比灾民和企业主的束手 中国的劳工和市民阶级正在以新一波的抗议 来表达他们的梦满 从6月20号到24号 有机构记录了21起抗议 其中工人抗议7起 农民抗议5起 业主维权7起 在经济下行 企业大规模破产和转移 房地产崩溃的情形下 即便被严厉的打击 人民每天在痛苦和绝望中所面对的是中共官员这种集体的冷漠 和僵硬的政治站位 这是 三中全会迟迟召开的原因 也是中国当下 社会普遍悲观的直接根源 三中全会遇临近的时刻 人民因为欲加失望和悲观 社会也寓意充满了暴躁的气氛 在现实中 中共的冷漠和僵硬 既是集体性的也是制度性的 尤其是在过去十几年 这种拒绝妥协的僵化 已经上升到了四个自信的意识形态高度 作为党内的政治正确 妨碍着其中任何一位干部 在任何一个层面进行妥协 当然 这种如同新原教旨主一般的顽固 并不妨碍北京当局说一些安抚的话 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 不过所有的这些寸计的让步 也不免陷入到 承诺疲劳中 人民 和资本信心全无 国际社会 将信将疑 这就是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国内国际环境 没有妥协就意味着中共 没有改善国内外任何一方关系的意愿 也无论减少对外贸易战风险 还是提升内需 都成为泡影 所以三中全会 能展开的经济和改革议题自然非常有限 人民对会议以及未来的悲观 也是可以理解了 这是这篇文章 写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力 视角独特 利润表达非常的顺畅 讲了很多人心中的话 习近平的施政有几个特点 第一 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理不清紧急事件 和重要事件 分不清战术问题 和战略问题 一 二 一边 把金融往死里整 一边要振兴资本市场 一边 说要支持民营经济 一边 倒查30年的税 一边要出消费 一边要降收入 一边要振兴产业 一边 收紧股权投资 这是第2 第3 结果呢习近平的执政 就出现了尴尬的三大矛盾 做的都对 和结果都错的矛盾 习近平说他每件事情 做的都是对的 但结果都错了 烂尾 造新词多 和打老脸狠的矛盾 天天造新词 新制生产力 啥词都新词天天造新词 结果天天被人打老脸 还有就是新村长小牛市 新村长讲的是无亲 证监会 他们叫他新村长 新村长小牛市 和老百姓大股灾的矛盾 20年前 美国国防部录制了312小时的 录像 这个录像是关于萨达姆招供的录像 萨达姆共认他杀害了200多名政治对手 并且向其他国家的政府元首和政党行贿 美军对萨达姆进行了5个月的审讯 他们对萨达姆在国际和政治事务方面的无知感到震惊 美军甚至怀疑 过去25年 究竟谁是伊拉克政权的真正的统治者 因为实在是太无知 以萨达姆执政能力 他不可能统治伊拉克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呢 美军其实应该明白 萨达姆落到今天这个田地被你们审讯 不就是因为他无知 并统治着的结果吗 如果萨达姆但凡没有这么无知,他怎么会落到被你们审讯呢 所以有一天 当我们在回顾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我们就会发现 他真的无知和愚蠢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正是由于习近平的无知并统治者 让中国 来到现在 这个崩盘的局面 这个崩盘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计划